时间和空间都是扭曲的 就是爱因斯坦说的 所以我想了解 就是说除了这两个维度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维度就是人力 很多的名词概念 都是人力的说法 人力给定义的 时间空间概念 这些维度 这些都是人力 都是概念里边的东西 其实你 我已经说 当你到那时候 所有的一切 宇宙的一切 都已经是 偏有点态 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手心里 真的像看这个果子 这么小了 你说那是几个维度 你看科外片的话 就是说大家 看那个维度 我就穿越时空了 穿越时空那个是 就是说刚开始修行的一些地方 刚开始修行的人 就是说我能够看一些 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 都不圆满 都不究竟 但是在佛学的最高境界里边 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说是哪几个维度啊 或者怎么 宇宙所有的一切 包括时间空间 所有的一切在那一刻 是思空是消失的 你怎么会有为多呢 所有的一切 你如果愿意去介入 比如了解人道 他就去看人道的东西 根据执着执着的幻境 看人的执着的幻境 去看人道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像我们 其实我们还就是 修行还不是很够嘛 就是有时候你觉得 你去破了一个像的话 其实是不是 这个时候 你其实已经掉到 另外一个像里面 只是你以为走出来这个像 其实你是用另外一个 来替代的 所以你就感觉你走出来了 其实你没有走出 佛说你的幻心 其实你始终是 像是来自于哪里 你要知道 像是来自于你的心 分度其度 是你心动 像是来自于你的心 你最终是你要解脱你的心 你知道吧 你有个解脱你 妄想 你的心是一个妄想 你的心也没有什么 真的东西 是妄想 妄境 所以佛说你这个妄心 要消除 要以患之外 还需要幻法 佛法是个幻法 依止幻法破你幻心 所以最后幻法也要放下 佛法也要放下 就是境界都不要在里面停留 以这个来破那个 以真巧思真也坏 但依止佛学来破坏 你会解脱的 依止习气堕落下去好一点 反正虽然都合幻法 是的 这样然后不是就椅子都没有跳出来吗 只是在这里面 你先椅子了去坐 不要问这些问题 你从来没做 你怎么知道跳不出来呢 你只是去想去做 这就像刚才我说的 当你修尔格约通 他说 动静二相不生的时候 你知道你跳出了什么 当你心中没有动静二相的时候 心里边已经破了一层幻境 那一层幻境不起的时候 摄影解脱出来 你不会在那一层幻度 这就像你修尾图 不会在那一层空中 有些维度已经空中了 虽然你还在幻境里 还有佛法的幻境 没关系的 你继续跳 一层一层破 没关系 一直到五右间空 那五右本来坏 有啥空的 本来就是空的 只是你执着 一直一直到你这个执着破灭 你表示是不是不执着就好 问题是你不修正 你不可能不执着 你心里难受就执着了 你那样是对的 那是不是我们不执着就好 不执着你会好一点 好一点 但这边也可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